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师姐 好久不见 你怎么忽然回来了 阿舅 我先生要回来马六甲投资 我就很想你们 阿舅跟着回来 一看到师姐 就让我想起在马六甲开始做瓷器的种种 爸 你这边怎么有一粒硬硬的 有吗 这里 真的有 你有没有去做健康检查 你背后那一块长得是脂肪瘤 不碍事 手术也很简单 不过 不过什么 我们发现你甲状腺也长得多 有吗 右边的大小有三点二公分 甲状腺瘤有百分之九十是良性的 不过既然发现了 就动手术拿掉 也会比较安心 所以医师你意思说 不管是良性或恶性 都要动手术取掉它 对 取出来再做化验 那如果是恶性的话 如果是恶性的话 就必须再做进一步的治疗 我们自己的身体难免 会有一些地方是自己察觉不到它的变化的 透过这段影片的话 我们今天在线上要连线到 台中慈济医院一般外科的医师 高国瑶高医师 医师好 大家好 医师我想要请问您 真的我们自己在身体上面有一些变化 组织上面变化 我们是察觉不到的 像刚刚这个影片当中 这一位师姐的案例 提到甲状腺方面 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简介一下 目前在我们台湾地区 会发生这样子病症的普遍 浩发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年龄族群 甲状腺的疾病其实有分成功能上的 跟它的外观上的异常 分两大类 功能上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像抗净 或是低下这些问题 如果说是外观上的 那就是它有长瘤 那我们一般是称作甲状腺结结 那这两种是可以同时发生 那也可以单独分开的发生 那其实如果是抗净或是低下的状况 一般来讲是用药物治疗 药物控制即可 那如果是结结的话 它其实是有长瘤的状况 这个时候就会是大家比较担心 会不会是有癌症的产生的状况 通常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想请教一下医师 通常我们身体会先感受到 什么样子的不舒服或者是异常吗 怎么样去察觉 如果是功能上 像有抗净的或是低下的发生 以抗净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台 一台车子 它是一台跑车 所以你所有身体的器官的运作都会变得很快速 所以我们代谢很快速的话 我们会发现人怎么越来越瘦 怎么吃都吃不胖 那心跳就开始变得很快 心跳会加速 另外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 手会抖或是一些其他的症状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那如果是低下的状况 它就是像一台老爷车 它开车都会比较缓慢 所以做什么事情 什么器官都会变得比较慢慢的 那像代谢变慢的话 比较容易发生的话 就是会水肿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身体会发胖的状况 不管你再怎么的节制你的饮食 还是会变胖 那有时候它的情绪也是会 思考也是会变得比较慢 反应会比较慢 真的发现身体的新陈代谢 过犹不及都要特别的了解一下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齿路师姐其实在身体的一个状况上面 其实有两个问题 身体有病就是不能偷要看医生 那我其实这个事情我自己有耽搁 那我刚刚在影片上有讲到说 这个发现 其实我首先应该想 我发现的是先从节节开始 就是医生讲的节节 那这个节节它我还蛮大的有突出来 那我自己忙 我没有注意到 台湾一位刘师姐来 到马六甲的时候 她看到 她看到 然后我就回来台湾检查 从这个节节的检查 才去发现 她那时候因为她也跟我讲 觉得你的鼻子变大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迹象 其实这个鼻子变大跟甲状腺无关 但是因为她帮我观察了这点 那医生就问我说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就跟医生讲说 我朋友说我鼻子变大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 然后她就去检查这个部分 那确认说我是有这个脑下垂体肿瘤 虽然有节节但是不严重 就是抽取这个萃取物出来 它是良性的 所以就没有处理 但是也因为这个鼻子的问题 然后去发现脑下垂体肿瘤 那所以第一次做的手术是 脑下垂体肿瘤的割除手术 所以我那时候割除了这个手术到五年后 那我这个节节它又会变化 它变化到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医生有跟我讲说 你要赶快来切除 那我那时候抱持的心理就是 我实在是很讨厌要再去开刀 所以就觉得说应该也没关系 能够拖就拖 所以我又拖了半年 到半年后 就是刚刚营聘说 我又是有另外一个刘师姐 来到马六甲 就这样很开心很欢喜的时候 见面一抱 然后她摸到我这个脂肪瘤 也因为这个脂肪瘤 又要回来台湾检查 所以检查了脂肪瘤 我就想说既然要开刀 那半年前的这个甲状腺 医生有说你这个已经变大 最好是开掉比较安全 所以我想那一并处理 就还好这个一开了 一开的时候医生拿掉了 就说安全没事了 其实我有这两个病 也是让我成长很多 那就是说 我生病 那我去想我为什么会病 那我就想出来那个答案 因为我之前 我从小我是很不爱吃青菜的 吞不下去 一吃青菜会起鸡皮疙瘩 会吐出来 所以我都是无肉不欢的 所以我这个习气是从过去生带来的 我相信我是太爱吃众生肉 我结下很多这种 这种债 债物要还 所以到那个 我做慈祭 你越来越了解佛法的因缘果报道理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虽然是你想做的好事 你自己心里很欢喜 但这样不够的 因为你要知道 各种的道理其实是要感恩 所以上人讲过 说感恩是一切善的源头 所以我们都在做善事 但是它最终极的源头 你做这个善一定要一份感恩心 所以没有感恩心的意会很重 所以这个是后来我在上人的开始里面读到 我觉得非常正确 所以要做慈祭 不但要用心 还要用感恩心来感受一切 尤其你看那个念 一念心 念头真的很重要 对 非常重要 而且上人那时候还对我开始 刚开始要开脑部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紧张 虽然我知道因缘果报要承受 那我还跟季瑜讲说 你去经社 帮我跟上人讨祝福 结果上人跟季瑜讲说 你去跟慈祿说 他自己在慈祭所做的 就是给他最大的祝福 他是不用我祝福的 就上人这样的鼓励给我 也很大的自信 是 好 刚刚慈祿师姐有特别提到 跟饮食方面是 可能会有一些些 我们后来回想到 小小的关联 我就要在最后 请教一下我们的高医师 在临床上面 当你们可能这样子 对于一些患者的 一个治疗跟建议 患者最喜欢问一句话 那医师 请问一下我饮食上面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这个部分是不是在这一集 最后请您给我们 一点小小的建议呢 饮食可能要分成两方面 如果是抗净的患者的话 因为我们甲状腺里面 排放出来的荷尔蒙 甲状腺的原料是点 所以我们如果是有抗净的患者 我们点含量太多的食物 我们尽量要少摄取 那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像海带 或者是昆布这些 那如果是结结的话 结结它其实大部分跟 体质 或者是一些家族性的遗传 那其实还是占比较大多数的 营的部分去影响它 那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 那个十字花科里面的花椰菜 它里面有一种流氢化物 它可能会比较诱发它形成 所以如果真的要就 体质而造成的结结来讲的话 那可能花椰菜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摄取过量 大概是注意这个蔬菜类 懂 其实在生活上面 很多事情都是要很适当适量的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借我们慈禄师姐亲身的体验 还有我们线上台中慈院的高医师 跟我们做一些简短的一个卫教 让我们可以有一些些的收获 收藏起来作为尝试备用 非常谢谢高医师在线上连线 谢谢 也非常谢谢慈禄师姐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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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